大家好,我是无需的Dun哥 今天我有冲动消费了 我买了一个什么呢 索尼的GV 它也是替代黑卡的全新的Vlog神器 我买了一个套装 一个相机 加上一个蓝牙的手柄 我今天要把它开箱 但是我开箱不是为了 仅仅为了展示这个 因为我开箱是为了拍另外一个东西 开箱中还有开箱 厉害不厉害 然后打开之后呢 原厂的电池 这个套装的手柄 然后呢就是 这个小巧的ZV1的相机了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哇,我真的好久没有期待一样快递了 一个保修卡 说明书 哇,真的好小啊 只有这么点 我现在就把这个打开 我们来拍下一个开箱 现在呢这个相机我已经设置好了 下面呢马上就要用它来拍今天我们的主角 就是它 联想的滑板车M2 好,这个滑板车呢有一个特点 就是据说三秒就可以完成一个折叠 所以打开应该也比较方便 我来试一下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扳手 哦,原来是这样 确实很方便 不过研究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三秒 然后把它立起来 再折回去 这个就可以 然后还是需要固定一下 我再看一下说明书啊 需要在这个工具袋里 然后用这个扳手 把这里的螺丝固定一下才可以起 有两个小螺丝 有扳手 这应该是给这个车打气的 因为它是一个空心的轮胎 这样的减震效果更好 然后我现在用这个扳手把螺丝固定一下 原来我发现啊 这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开箱提示 然后你只要按照这个步骤 去一步一步的操作就可以了 其实只需要四步 然后刚才我要看了这个 就可以找到那个折叠的扳手 现在呢 第二步是说 让把这个两个小螺丝放在这里 然后呢 用这个书厂附带的扳手 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有点像这个宜家组装家具的感觉 好,拧好了 这样应该就可以骑了 还有一个小车铃 然后呢我发现上面还写了微信扫一扫 用小程序就可以来控制远程解锁 然后这里呢 揭开之后 里边是一个可以显示电量和速度的一个屏幕 我把它揭开 然后这个呢就是启动键 启动了 然后现在显示电量有四格 速度是零 我现在呢已经用手机 通过蓝牙的方式绑定了这款联想的滑板车M2 然后呢它这里有这个显示的速度 然后有电量 有单次里程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啊 它可以通过下方来切换这个 现在是运动模式 然后普通模式 还有最慢的这个模式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能限制你的这个车的最高速度 那怎么绑定其实非常方便 就是刚才扫这个上面贴的这个小程序的二维码 然后呢再通过输入手机号 扫一个在滑板车最底部有一个SN码 就在这个位置 可能大家第一次的拆箱呢可能找不到 实际上在这很方便 扫完直接就可以绑定上路 然后通过手机你就可以远程的去解锁你的车辆 不仅可以远程的解锁 还可以用手机来控制灯光 我发现这个车居然还有动能回收 然后还能设置等级 直接用手机就可以设置动能回收的等级 然后同时下方居然还有定速巡航 这个简直比有些汽车还高科技啊 然后你的显示这个速度单位 还可以切换英式和公质的这个单位 千米每时或者MPH 这个真的是很智能啊 好我们现在把车拿到外边去骑一下体验一下 刚才简单的体验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它的这个加速呢 并不是像原来我们骑电动车一样是去拧 而是呢通过这一个小扳手 这样的控制呢感觉更细腻 而且呢这个屏幕的亮度 现在这么强的太阳的情况下呢也能看到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车确实减震的效果不错 因为我们这个圆区里整个这个地呢是凹凸不平的 然后现在提起来呢并不会觉得很颠 还有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直接去点这个它的电门的开关呢 它是不会有反应的 你必须要滑起来 然后再去点它才会有反应 这个呢应该是防止你不小心碰到这个发生危险 这个设计还是很人性化 其实想了很多的这款滑板车的应用场景 但是我觉得揪起一个字 这个车的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懒这个字 就很多人在从A点到B点这个距离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长 但是走路呢又觉得远 平时呢可能就会省了不想去 或者说就是采用其他的交通方式又嫌麻烦 那这款车呢就是恰恰可以解决这种应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这个园区到最近的能买个咖啡的地方呢 这个距离走路要走20分钟 但是呢骑这个电动滑板车可能也就10分钟或者10分钟不到就到了 非常的方便 弟弟 你干嘛呢 休息呢玩游戏 帮我买杯咖啡去吧 这么热这买咖啡疯了 我这儿能喝点凉水 快点喝 帮我买一下 行行行 待会儿就去 东哥咱到底那滑板车是新买的吗 是我的呀 给我骑会儿 好不好感受一下 看看操控怎么样 那你给我买咖啡 行买咖啡就买 走走走 诶东哥你那咖啡喝完了吗 我再给你整一杯吧 你一定是还想骑我的滑板车 好在这里呢 首先我想跟大家先道个歉 因为这个滑板车啊 其实我已经拿了两周的时间了 但是现在我才出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是花了时间去认真的去感受 并且去试用这个滑板车 然后现在我对它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首先来说一下续航 它的续航官方标定是30公里 实际上我用下来 这个续航还是比较真实靠谱的 我基本上每天上下班都会用到滑板车 然后我去体验一下 它比如说从家到地铁站 或者是从地铁站到公司这么一个距离 然后甚至晚上的时候 我会模拟一个短图通勤的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吊电还是和仪表的显示是很接近的 然后另外它充电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现在用两周的时间只充过一次电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重量 实际上刚才我在看官方的宣传片的时候 是一个女生直接能把这滑板车拎起来 实际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住的楼其实是没有电梯的 我每天都需要有一个把滑板车从一层一直拉到五层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重量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女生的话 去拎这个滑板车还是稍稍有一点吃力的 然后再说它有一个折叠的这么一个方式 基本上三秒你把这个旁边的卡扣一搬动 就可以完成折叠 那这个折叠之后 无论是把它去收到车的后备箱 还是去坐地铁都会比较方便 然后一般的车的后备箱是完全可以放下去的 但是我们那天试了一下 我们拿了一个试驾车 没有放进去 是什么车 是路特斯 因为它的后备箱实在是太小了 然后我还特意去试了一下 这个滑板车的长度 还有它的那个手柄 折叠起来的这个长度 是没有办法放进那个小跑车的后备箱 还有它有一个锁车的功能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功能其实我经常会用到 比如说我骑着这个滑板车去菜市场买菜 或者去超市 然后小的超市我把它停在门口 因为带进去不方便 这个时候我就会用手机的小程序 然后把它锁车 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滑板车这么轻 直接一只手就能拎走了 你锁车有什么用呢 但是它锁车之后 它的这个轮子会有很强的阻尼 就是如果你锁了车之后 你去推它的话是很难推动的 所以如果有人把这个车给偷走 它要么就是一直拎着 要么就是去往前推 但是如果推的话 你锁了车之后 这个其实是非常吃力的 还是多了一份保障 然后此外就是它的刹车功能的使用体验 官方一共有三种刹车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传统的 通过这个手捏这个闸 然后它有一个闸线连到后面的叠式的一个直动 另外就是你可以用脚去踩后面的一个直动踏板 它跟轮子之间有一个摩擦 降低这个车速 然后另外就是通过动能回收 它可以有一个制动的效果 那我最常用的 就是一个是通过手的这个手刹 还有一个就是脚踩这个后面的刹车踏板 实际上这两种都可以非常有效的来降低车速 那我还遇到过几次 就是突发的 有行人或者有电动车 然后突然窜出来 然后我非常快速的去踩下这个踏板 或者去捏这个手刹 然后它都没有出现这个轮子爆死的情况 所以安全方面还是有保障 然后此外就是说一下这个车可能带来的一些 唯一如果你真的去挑这个车的缺点的话 那就是这个车确实有点拉风 我骑在路上 然后再加上骑的比较快 经常我进小区的时候 会有大爷或者有小区的人去问我 你这个车挺好看的 你这车是电动的 是能跑多远 然后多少钱 经常会问这些问题 然后我考虑也可能是因为我骑上这个车之后 这个造型比较帅的原因吧 那简单的这个车的大概的使用情况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如果你对这个车有什么 你自己的一些使用的窍门 或者你觉得有更好的场景的话 欢迎到下方给我留言 来聊聊你对这个车的看法 好了 本期就是拆小东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